DDI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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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QMO 今天來到這把DDI的第二集 QMO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講解一下 他要怎麼樣拆 再加上他怎麼樣的保養 跟他內部一些零件 到底是什麼材質 我們一樣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就換個畫面 好 基本上來說 我們來做所謂的大部分解 其實你在做大部分解的時候 是需要它裡面附的這隻小隻的螺絲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一樣它是腰腳踏的系統 所以一樣我們先向後 然後我們往後之後呢 把這個凹槽推到環繞卡組 因為以前你都知道啦 那我們只要一對到之後呢 稍微把它後面這個地方 壓一下 就讓我把它推出來 整個推出來 好 我們這個拿下來 好像有些人都知道 然後呢我們在拆開完之後呢 到裡面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齁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這個 附近彈簧這個地方 跟附近導軌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指腹 OK 這個指腹呢就是為什麼它要附一個 這一隻六角繁爪 它這隻六角繁爪最主要是要拆 M2.5 2.5喔 這個size真的很特殊 的指腹螺絲 這是一顆指腹螺絲 那千萬記得這一顆啊 不要太用力 因為很容易滑咬 那你不好買 QMO真的我有去找很多家 其實這顆指腹螺絲不好買 它的尺寸呢 是M2.5的3或是4都是可以 一般來說你買到的是4 那把它拆開來 一樣我們就把它轉進去 然後之後我們把它轉收 記得啊這個不要不見啦 如果這顆螺絲不見了齁 會很麻煩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是這麼小一顆 這麼小 所以啊 千萬不要用不見 好不好 OK 好 那我們把它放旁邊 那接下來呢 由於你拆開來完之後呢 它就是有做一個設計 拆開完之後呢 你發覺你這邊就可以 整個把它分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可以分離 你是要往前推 你是要往前推 它就變成兩結 就這樣子 你就蠻意義的 你就可以拿下我們的 彈簧 哦 導軌 它就變成兩結式 它是這樣 它不是用鎖的 它是用這個 你裝的時候記得這個要 對準這個洞 OK 我們等一下做一次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秤套 這邊有個秤套把它抽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秤套 放這裡 然後之後我們就把我們槍塔 跟我們HUB組 整個推出來 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之後再看到我們後面這邊 就是我們後面的飛機的部分 那這樣子呢 上滑套的部分就拆完 我們做一個大部分解 那下聲的部分呢 QMO就不再拆了 因為我們做個大部分解 那當然啦 如果想要知道怎麼拆的朋友 大家可以跟我 可以密我 我們再來聊 怎麼拆好不好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 它的下聲節奏 除了它大一點 肥一點 它中段跟下段這邊 是有分開來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它跟腰球也要差不多 好嗎 那我們一樣把它放旁邊 那接下來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說 由於它的系統是WA系統 而老實說這把不是我的槍 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這個 往後拉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真的是做得 蠻緊的 好不好 可能要稍微粗點力才能拉出來 那QMO就不拉啦 好不好 這次它裡面的內管 是特別做一個黑色的部分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它內管是黑色的 那我不知道它精密度是怎麼樣 我有看到有人有拍它的測試影片 那到最後呢 一樣 我會在下面附連結 讓大家看一下 在效能哪一天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講到 就是說 到底它這些各部件 它的材質是怎麼樣 那一樣 外管我們已經吸過了 它基本上就 嗯 就不是鐵的 那我們來看它的HUB做 也不是暗子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 導感 鐵的 吸住了 那彈簧一定是鐵的 那我們來看它的襯套 襯套不行 應該是0 好 那滑套鋪我們吸過了 那這個是塑膠沒有化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支 滑套卡榫 好 這支 也不是 感覺像暗子 鮮合金 那我們來看一下槍的內部 我們來看一下 激水我們那時候吸過了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卡榫 這支也不是 這支也不是 感覺有點像是 不鏽鋼 可是我不確定 那基本上整個下身體 那這個是塑膠的 大家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是塑膠的 好 我外觀的時候吸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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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啦 它的 吸起來的狀況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呢我們來講 哪一些部分比較需要做保養的 那當然啦 因為這是把新槍 那QModel就大概跟大家講述一下 最主要呢 我們的內管呢 也是希望大家 這一次他們是沒有不給你通槍條 好不好 希望大家自己拿自己的通槍條之後呢 那通槍條 從這邊 由槍膠處往外面這邊拉出去 好不好 多清個幾次 然後你去看 因為它內部啊 它內部也是好像又有度黑 那看起來是 比較難看得出光滑面的感覺 它內部也是有度黑 所以看起來就是有點黑黑暗暗的 那 希望大家也可以 用自己的眼睛去檢查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鏡面 如果你發覺那個鏡面啊 就是說 有一些 鏡子上面有一些灰塵的時候 代表是不乾淨 把它拉乾淨 拉乾淨完之後 盡量保持這邊 跟HUB的部分 不要有油 好不要有油 然後再來上油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這一邊上一些油 柏油 上一些柏油 然後保持乾乾的 不要讓它沿流 放旁邊 然後再來呢 滑套裡面來說呢 我們可以拿牙刷 譬如說濃一點的細油 我們可以把旁邊的這些軌道把它擦過 包括我們這個飛機的部分呢 我們也稍微擦過 然後吃點油 之後 記得 要拿布 有沒有這衛生紙啊 拿布 把這個地方 進氣的地方稍微擦一下 讓它不要沾到太多的油 太多呢它會沾到你的蛋夾 好不好 那大家這邊有油呢 我們這邊有時候在推蛋的時候 可能會把一些油推進去皮皮蛋裡面 會比較不好 會有影響到 我們這邊呢 稍微把它乾淨一點 然後另外呢 推蛋嘴呢 跟前面這個地方也稍微 雖然我們上完油一樣 把它稍微擦乾 讓它不要吃掉油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個襯套的部分呢 由於它就固定在那邊了 建的正建置 你也可以上油也可以不上 有沒有習慣就上點保油這樣子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連桿 連桿的部分呢 建議我們先拿在手上 還沒裝之前呢 就先上點保油 好不好 上點保油 讓它吃點油上去 那最好是上細油 為什麼 因為呢 這一個環 它這邊有個減正環 好不好 這個減正環是 看起來像是那個橡膠的材質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塗細油 是塗細油上去喔 不要塗一點什麼WD-40啊 金屬油 這個會壞掉 那我們再把它放回去 那糖王呢 可以裝在上面的時候呢 你再一邊 一起刷一刷 QMO是這樣的習慣用 比較...比較懶 那再來呢 我們看到 這把槍的部分呢 記得這邊有兩個倒軌 有兩個倒軌 在這邊 這兩邊有兩個倒軌 好嗎 就是在這邊多上一點油 因為這邊它的經過鍵 還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 就是它都會常經過的部件 這邊上點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組裝了 其實啊 我們槍的部分 尤其手槍的部分 保養就這幾個地方 大家記得一個要件 就是說 會動作的地方 我們盡量上點油 甚至有一些外觀的部分 你想要讓它油油亮亮 也是可以 你也是可以上油 那但是 只要牽扯到你 BB蛋會經過的地方 BB蛋 像BB蛋在這裡面 上來 像這個嘴 像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碰到油的地方呢 請各位在那個部件 你千萬要記得 你上完油記得 你上個細油保養它 記得要把一些某特定的地方把它擦乾淨 這樣子 就不會因為油沾到你的BB蛋 影響到你的管內是油 或者是你的BB蛋是油 這樣子 會造成你打出去呢 會有一些影響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回到了我們怎麼組裝 組裝一樣非常簡單 一樣把我們的外觀推進去 推進去完之後呢 把我們秤到裝回去 記得 這時候呢 我們的附近桿 是分開來的 分開來的話呢 第一我們先把我們的 糖果塞進去 把我們的連桿的另外一端 短的這一端 折進去之後 先讓它靠在這個上面 靠著就好 記得要調整 注意這邊有個缺口 大家注意看這個缺口 要記得 讓它面向上面 你會比較好裝 然後之後呢 我們再把另外一邊的 這個連桿 洞朝上這樣 插進去這個 陣套裡面 插過來之後呢 你又看你可以 把它兩個組合 組合記得那個洞 要對好那個凹槽 對進去完之後呢 記得 手千萬不要放掉 為什麼 因為你放掉了之後 有時候它會因為 彈力的問題 它會整個彈掉 這時候呢 我們就拿到這一顆紙幅 我們把這個紙幅裝了 這個真的超級小 裝的時候呢 從這邊加一些壓力進去 因為它這樣兩邊才會膩合 這樣你比較好走 然後我們再把它往裡面走 記得 千萬要記得喔 不要 不要用蠻力下去鎖喔 要不然 這個 這一顆牙超容易滑牙的 千萬不要讓它滑牙 好 這時候裝好了 我們一樣 把它上回去滑套 然後對好這個勾 然後它卡榫 都會進去 好 那就組合啦 今天也跟大家談到了 這一次的保養的部分 那 下一集呢 會跟大家來講到 它的效能出數 跟最後Qmo的一個感想 當然也會說出來 它一些價格啊 CP啊 值不值得購買啊 講Qmo自己的感想 那當然啦 如果你對這一集呢 有一些地方呢 你覺得 Qmo拍的比較不清楚 或者是你有哪些部分 你想要知道的 也請你呢 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也會回答你 或者是改天我們再來拍影片 因為有些部分呢 不管是下面的這些 集錘裝置呢 或是像 它後面這些 氣嘴的部分呢 UP的部分 因為這把不是Qmo的 所以呢 下次Qmo猜別把它看 那好 還是要謝謝各位 也希望各位呢 能夠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我也按個小鈴鐺 好不好 感恩啊 謝謝 那我們下一集見 OK 拜拜